明慧 足夙思議 大家坐 brand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好勉醒口 今天非常高興 大家一起來做一個互動 我們平常看見流亡政權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這個名稱 沒有來到民政府之前 還是還沒實施我們的民政府以前都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台北 那有的是你到國外的時候 他一定會說台灣到中國 那有時候沒有意外 因為在一般人 連自己台灣人的關聯也是一樣 沒關係 這個台灣熟在中國也沒關係 還是台灣我們自己起來也沒關係 都是沒關係 那個沒關係 真的是 真的 你認為全部都是麻麻糊糊糊糊糊糊糊 做事不勞 那今天要改變這個觀念 真的不簡單 但是因為有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有我們的秘書 他真的不肯定 他真的他花了生命的價值 我是木書 我清楚生命的價值 我也相信你們也對生命有價值 我再去參加基督教教育 主持一個告別式 那 要到火葬的時候 我也是高砂族 那 那些兵 師兵裡的人 就告訴 整個高砂同胞說 要推的時候 趕快跟 你們的媽媽說 來喔來走喔 當然 我也是說 也是各宗教不同的想法 但是 我對 告悔悔悠講 那個是 因為佛教自己的文化 我們自己有文化 因為 你即使火燒 或者是 在 頭上 過去 都是 走走走走 特別是我們高砂族 啊 什麼 用燒的喔 這樣不是很熱嗎 結果 有一個牧師就告訴 老阿嬤 因為他 他自己 在選 到底我要土葬還是 要火葬 結果 那個是牧師自己的親媽媽 所以他敢講媽媽的事 那這樣 我不要火葬 那麼熱 結果牧師告訴他說 好啊我們來比較 你在土裡面 那麼多的這樣 哪一個 嚇嚇嚇 喔 怎麼辦 沒關係 轉轉我不知道 以後我不知道 誰你變了 這就是 活動和 鼻鼠的了解 三十年前到四十年前到今天 的時代 也不一樣 四十幾年前 我 我在神學院讀書的時候 看到 我的高砂族的 少年人到 都市 為了生我 為了特色 但是那時候四十多年前 真的 講中文 不要說 因為在地山頂 學校 老師 都是 中國人 講廣東話 不講什麼 唱什麼 他在講什麼 結果我們有一個玩皮抱的同學 他們就乾脆直接用我們胎兒之論 男女要使我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 你自己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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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講 你說什麼 我講我的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老師 起課 所以那時候的環境 是同樣的 高山族的少年人 也是一樣 到時候 喔 回來 看著五三十歲的年輕人 煩啦煩啦 說那麼煩字煩字煩的親對腦 也在彼此相罵 因為三星無了解的時候 會容易誤解 誤解的時候就容易紛爭 像我在大福初中的時候 都是客家人 我也不會聽說學法 不過那時候慢慢學習 也是被訓練出來 可以聽一些的 講詩詩的學法 視線的 結果我坐在旁邊 隔壁是女同學 嘉賓也是女同學 所以客家說 過去一點 然後我這樣過去的時候 這位女同學 再過去一點 我說這樣走來走去 我就去到 你們在做 我就殺你們 哇 哇 喔 這樣煩啦 就開始出燥 就不得了了 但是那時候的觀念 真的不對 我講那句話 也是氣啊 好像被欺負 就像四十年前 那些高山族的少年人 為了生活 然後去公司上班 結果因為那時候 對高山族的文化和北斗的文化 沒有了解 只是說 煩啦煩啦 高山主高山主 你再講 我 我就要出草 哇 結果被上司看到說 什麼 你們這個煩啦 來這邊 你們來到這邊 已經不得了 已經好了 很好 可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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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山上有賺錢嗎 哇 我聽到這樣的話 心裡很痛 是怎樣 在流亡政權的教育下 在流亡政權的框架下 就是這樣 現在比哀 所以 我們重新再來 那個觀念 雖然不容易 中華民國 以前的觀念 所以有人說 啊 你看你們台灣民政府 第七月 七月七號 不是台灣政府 叛徒的 跑到中心新村嗎 結果有幾個認識 我就說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高山主的 雅夫下的 有沒有被抓 因為那個台灣政府 就是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給我們五次 這些都需要 我們重新建構 要讓人了解 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但是 我們自己要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參加初級班 然後現在的高級班 有的人 有的人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先上高級班 所以剛剛有一個同心說 哈 高山主還是高砂主 到底是 對一個 比較確實 高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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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1928 1923年的時候 日本天皇太子 來到台灣 看到 看到 那麼多高山主 以前 日本 對高山主的名字 是 反正 凡人 這個凡人呢 結果 大家 這個聽太子說 怎麼可以說凡人 那麼好的 高山主 在那邊跳舞 在那邊唱歌 嘿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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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跳舞也不錯 然後唱歌也很好聽 當然你們也會唱歌 你們有聲樂家嘛 但是沒關係 所以他們說 咳 咳 咳 要把 反正這個凡人呢 蓋醉 打腳 хар бы 這個打腳 rehab 就是 鍵水的生活 米勒的報道 ß 看得到師傑 跟搜Ы 有的是沒有穿上衣 皮膚黑黑的 有的皮膚白白的 有的愛通嘆的 有的壯的 有的高高的 但是這個太子發現說 要成為Dakasago 所以Dakasago是被太子尊稱 所以那時候就全部都改為高殺族 但是 But 要一個流亡政權的呢 他們是文字遊戲 把高殺族改為高山族 所以有的說高山族高山族也一樣 這次不一樣沒關係 所以以前的說你們高山人高山族 結果中國人很聰明的說 你看高山不是有高山親嗎 阿里山的姑娘 那但是他們到阿里山的地方 到任何地方看到都很漂亮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原來就是被 中國人這樣 用這樣的名字 來繼續 點滴日本的文化 就像我太太 是塞來休假 我跟她認識的時候 哇 也是困難 我的准業母說 我的女兒 不可以給你 因為你是 凡啊 她真的直接講了 三十多年前 我現在也是差不多六十多歲了 我知道你人很好 但是我的女兒 不可以給我 凡啊 那她的女兒 可以嫁給你們 凡啊 那還可以呢 還好我太太有這樣的堅持 不過一年以後 我們結婚生了 第一個 孩子的時候 我岳母就一看 蛤 女兒也是可愛的 都是可愛的 所以那個觀念真的不容易 所以今天 我們 還是活在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的觀念 那個觀念 是最上 雖然真惡 但是要面對屬性 面對現實 你就可以發現 事實的真相 原來不相信的 原來誤解的 原來觀念沒有辦法改掉的 但是因為你 屬性就是屬性 僅力就是僅力 這個合法就是合法 你不得不面對 這樣的時候 觀念 可以講講解 這樣好不好 我們清除流亡政權 這個名稱出來的時候 才發現 原來 流亡政權 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今天我們 看看 之前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是在他們1922年開始 討論 是在中國討論的 那時候 那時候國共還沒有分裂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中華民國訂定的憲法 有包含台灣嗎 有包含澎湖嗎 都沒有 因為那時候他們不知道 原來那個不是他們的屬地 不是他們的娘頭 所以今天我們看看流亡政權 真正是進入到台灣 把肥肥的肉 非常豐富的物質 非常豐富的文化 台灣是多元多元化的社會 只有大家超過十四種 然後流亡政府又增加兩個 變最十六種 那這個十六組 那我們有各族群 實際上 好 沒關係 應該好事了 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把所有自己的 憲法 都定在自己的中國裡面 所以我們以前的 受中華民國的教育之下 我們以為是中華民國憲法 就是我 好像是我們自己的憲法 所以有的台灣憲法 台灣政府 台灣總統 搞混到中華民國總統 或是出去出國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台灣總統 不要救 所以都搞混 那實際上 有台灣總統沒有 到今天有台灣總統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選舉 都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裡面還有爭修條文 所以爭修條文 我們只有活在台灣 澎湖金門馬祖 只有活在中華民國憲法的 附屬的一個爭修條文 中華民國憲法 都沒有定 都沒有動靜 只有爭修自己的條文 就在那邊 拿來拿去 為的是台灣太匪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 蔣介石 他是青幫出來的 在中國 很喜歡內鬥 那這些有聽過的 可能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發現 他來到台灣也是一樣 你鬥我鬥 那最後被他掌控 在他以中央的集權 來控制所有的台灣人民 但是我們看看 在1646年1月12號的時候 把日本台灣人的國籍 本來是我們是台灣 日本臣民 日本的國籍 全部改為中華民國 你們有沒有印象 你們有沒有印象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奧伯 駕駛 那邊有一個數字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齁 那邊都很清楚 只要三個零就是中國人 兩個零或是一個零前面的 就是屬於我們本島的 所以用這樣的劃分 來看見說 中國人跟原來台灣人 往來的眼光裡面是不同的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原來蔣介石 受美軍政府之委託的時候 按照戰爭法 應該是把台灣成為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成熟度 可以建立自己的政府的時候 可以進入到台灣政府 但是那時 所以 蔣介石沒有這樣做 違背了戰爭法 把應該成立台灣民政府改為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所以他們把它改掉 在中興新村 那邊寫得很清楚 秘書長講過 他去過然後看到說 他用台灣 蔣介石用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公署 沒有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本來要成立軍事政府的 他把它改為台灣警備總部 最兵的我們在座的男弟兄 當過兵的 過去 現在好像比較沒有特殊 過去都是 一碰到人兒 一碰到警備總部 哇 嚇得不死 那就是 前部 當然我們 以後執政的時候 有權力 向美國逃訪 然後 美軍政府應該向 國民黨 來做支援 因為他 把我們 台灣人民 強迫黨兵 有的一年 兩年 有的三年 那這個秘書長講過 我們可以逃 向美國逃 然後由他們自己去做足 最後可能會有賠償 所以我們等這個 好消息 那這樣的違背戰爭法 本來就是要掌控 我們各台灣的豐豐富富的 任何的物資 那現在選舉也是一樣 在 1922年這個 呂元宏 副位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時候 本來已經解散國會 但是他撤銷 在1917年 解散國會的命令 來恢復國會 實際上他的掌控 而且用 五千塊就開始會選了 他知道說要超過這個五百八十六個人一半以上 才可以當選 所以他用五千塊 那時候的錢 不小了 所以我就看見說 原來從以前就開始會選 這樣沒怪到今天 一樣 一直在會選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武權憲法 是他們要掌控 讓 那時候的中華民國總統 他們的職權更擴大 好這個是 我們不一定完全了解 好這個是 我們先看看 在 12月25號 正式以後 實施他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一直到現在 搞混了整個 他們的法律 然後我們看 連現在的 中華民國實際上 簡稱是什麼 中華民國 簡稱什麼 中國 所以 民進黨呢 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那中國呢 本身就是中國 所以為什麼沒有台灣國民黨 就是不要把台灣 納入在他們 但是他們吃定了台灣的 因為他們 掌控著 所以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都是亂章 都沒有秩序的一個法律領域 那今天 中華民國 很多事情不求事實 就定了很多的帽子裡面 好這個是 今天真正的關鍵性 中華民國流亡政權 就是政治台灣 任何事情 都是用政治 你看有沒有發現 最近他們 中華民國的民進黨 還有台聯黨 還有中國的國民黨 他們不是任何事情 在那邊打來打去 到最後 有一次 我去立法院的時候 在十年前 我們就問一個高砂族的立法委員 其實真正不是高砂族的立法委員 是中國國民黨在高砂的地方代表的一個立法委員 我們就問說奇怪你們在 好像在表演在那邊打來打去 但是到最後 晚餐一起吃飯 中餐一起吃飯 奇怪了 在那邊打來打去 過幾天 也是好學好學好學 奇怪這個 立法院怎麼 到底是什麼樣的立法院 所以 外表好像說 真的在那裡玩家 其實早就 他們已經 串通好了 就是要讓台灣人民說 喔 這樣好 這個立法委員說 不錯喔 有那種正義感 但是 蘇貝下 你了解嗎 了解嗎 也沒有了解 所以這些都是 中華民國他們 以政治台灣 來做 現在的 綁裝我們所有的台灣人民 政治台灣有兩件事情非常危險的 他可以 協商 中國 一起 在 ECFA 之前他們不是在那邊打 打來打去嗎 要成立這個 兩岸的 兩個中國人的 ECFA 去協商的時候 這個 所謂的民進黨 幾個黨在那邊故意在那邊 有的人是真正打了 真的抓了 但是 到最後 還是 通過 然後 福茂的事情 你們也有聽到嗎 那福茂他們認為說 為什麼 太陽花 大學生都反對 大部分都反對了 那當然沒有參與的 不一定會了解 那參與的他們很清楚說 這個福茂呢 只要 中國人來到台灣 有600萬 小企業的 然後來到台灣做小生意 可以 帶三個 積三個 自己的中國人 三個親戚 600萬 那只要有的一千萬呢 那有的是 幾千萬 那可能有的是幾億的 而且在十億年當中呢 可以領到 中華民國 國民 成分證 就可以領了中華民國身份證 那就變成把台灣當作西市 青春 突破 西藏 新疆那邊 那新疆那邊是 我們看看 有一次這樣的歷史 原來新疆有600萬人 那300萬 他們 他們 中國就告訴西藏說 欸 我可以把這個300萬 移到中國南部 中國南部 可以住 又交通方便 又這樣好 有富裕 在山上 在西藏的時候 對 在新疆的時候 我都是騎馬的 不方便 起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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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的習慣的 就沒問題了 但是他們認為說 也沒關係喔 到中國南部 又有房屋可以 然後又有好的生活 當然他們就移開 那移到中國南部的時候 中國人就再用300萬的中國人 進到新疆 那是不是600萬 有完600萬 所以一半就是中國人 但是中國人 跟那個時候 在這裡 成立家庭的時候 他們所生的孩子 變成中國人 變成中國人 所以以後幾年 十幾年以後 那這樣選舉 西藏能不能贏 不會贏 因為中國人越來越多 今天馬英九政權 也是一樣 用中國人 中國姑娘 然後來到台灣 嫁到台灣人 嫁到中華民國國民的人 那最後 那他們所生的孩子 也是一樣 有完中國人 有人說 不是啊 我的親家 我的阿嫂 我的妹妹 是怎麼中國人 是怎麼中國人 他們也是台灣人 奇怪 是怎麼做台灣人 一樣 也是中華民國的人 因為他們的身份證 有完是不是台灣的身份證 不是啦 是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一樣的中華民國身份證 所以一樣 也是中國人 那現在整個在歐美 特別是基督教的教會 有一次十幾年前 我去美國 參加印第安開會的時候 印第安很多酋長 然後我們路過這個 美國的本土 然後有很多的教會 因為台灣人的教會 比較少了 然後中國人呢 移民到美國 然後他們就找教會 那找教會 一臥風 到教會 因為教會 會請客嘛 有中餐啦 所以他們都會有 只要是 外國人 只要是任何人 他們一起聚餐 就會一起聚餐 啊你聽你好啊 哇就一起煮餐 然後在那邊住 然後一段時間 參加 禮拜 然後一年兩年 要選擇 中路接觸 就是教會的領導者 教會的領導者 等於 教會幹部 這個選舉以後 中國人越來越多 不是嗎 那選舉的時候 台灣人 本身的台灣人 有沒有當選 不可能 因為中國人欠了很多 所以到最後台灣人 中路 奇怪這個教會 怎麼變成中國人 這也就跑掉了 跑到別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 中國人透過宗教 來做稀釋 今天在台灣 也是這樣 家在有我們的台灣民政府 是不是 家在有民政府 哪不 可憐 大友 比愛 家在有民政府 所以因為 你我 大家的參與 所以重新建構 台灣人 奔透台灣人 所以今天 這個都是 以政治台灣 來 西式 整個 歐美 台灣 任何的地方 所以他們很聰明 現在說 喔 我們華僑 我們華僑 連 中國的教會 在台灣 所謂的外省人 真正的是中國 我們 讓華僑 我們都是華人 我們都是華人 誰跟你華人 我是 打卡殺狗 怎麼是華人 應該要重視 讓台灣人 真正 85% 85% 都是 北部族 都是 台灣人 用DNA 用馬力 所以 在馬街醫院的 他們用DNA 已經證明 85% 都是我們 貧富族 實際上 這是台灣人 所以 你我 都是台灣人 這樣好嗎 好 所以同樣的 一定 台灣民政府 政府 就用 法理台灣 來 克制 政治台灣 用 國際法 戰爭法 馬關條約 舊金商和平條約 整個這樣的 國際法 我們清楚的時候 才發現 真正台灣的寶貴 這都是台灣民政府 我們 你我 在這裡做 很大的 工程 真的是我們在做 偉大的工程 在 這個是 日本 攻擊珍珠港的 1941年12月7號 那 15年8月15號 無條件投降 有一段 歷史 原來 本來在 1950年6月27日 韓戰爆發以後的兩天 原來他們在開羅宣言 就是 埃及 他們在埃及 就是 英國 朱吉爾 羅斯福總統 還有蔣介石 蔣宋美林 他們在埃及 在開會的時候 這個開羅宣言 就是 等於是一個 他們自己的 意向條 意向 目標 那以後成為 台灣要 應該歸還給我們 中國 中國 那時候 大家 可能 對整個的開羅宣言 或是對 舊金山和平條約 那時候還沒有訂定 那還在討論當中 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 說 好 這樣好啊 只要 沒有進入到 第三個國家 那台灣 可以 歸給中華民國 現在 現在又有一個 嘎仔 嘎仔 1950年6月25日 爆發 韓戰爆發的時候 因為 他們三個領袖 已經 談論說 只要你們中國 不進入 不進攻 攻占其他的國家 有這樣的可能 抓住這個機會 韓戰爆發的時候 美國厲害 馬上向聯合國做一個提案 提案到什麼程度說 你看 中國人 進攻到 朝鮮 韓國那個地方 所以 這也已經 違反了 整個的國際法 所以那時候 他們就 杜魯門宣布 所以這樣的 還要解決 福爾摸殺台灣那時候 因為 還在戰爭中 所以要 太平洋 習戰 就是 戰爭結束以後 再談論 將來台灣的 定位 或是台灣的去處 所以 中華民國的領導者 抓住這一點 到現在 還沒有定位 那表示說 也是我們中國 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好像是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 中華民國的 就抓住這個機會 所以馬英九 也是抓住這個機會 開羅宣言 就是已經把台灣 澎湖 歸給我們中華民國 所以用這樣的論點 這個都是 違法 違背了 原來的條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到說 原來是台灣還沒有定論 但是 到了 1952年4月28 在整個的 在 1951年9月8號 有48個國家 國會通過以後 1942年4月28日 是生肖日 生肖日 所以這個才 看見 真正台灣的地位 是日俗美戰 今天秘書長一直給我們強調 我們要讓台灣回復 國際地位正常化 就是要回到國際法 就是要回到國際法 所以我們今天會說 台灣沒有定位 實際上早就已經定位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在舊金山和平條約 為什麼 中國 兩個中國沒有辦法參加簽署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 兩個中國 不能參加簽署 但是中國人很厲害 這是中國戰區 所以他也改掉 這個太平洋戰區 他沒有 參加太平洋戰爭 那當然沒有權力 而且那時候有三個中國的政府 在那邊內鬥 蔣介石 汪精衛 還有 毛澤東 這個三個 到底哪一個屬於真正的中國 還沒確定 所以 當然不可以參加簽署 這個真正的和平協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都很清楚 這些年月日 這些年月日 以後你們 參加執政 或者是職權訓練的時候 也可以參考 有一些 有一些考題 但是 這不是洩漏 這個給你們參考 因為 歐巴馬 他也很清楚 不是中國戰區 是太平洋戰區 假若受 任何的國家 或者是中國侵入了 亞洲的日本 韓國 美國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我就不會等先對 不會在那邊等待 我還是 用 任何的手段 他說 至少 有六個 他宣布 第一個就是說 你們 中國要進攻這幾個亞洲的國家 我就要公佈 中共官員海外存款 而且要凍結 前些時候 他們不是有好幾個軍官 掏空中國的金融 全部都 幾乎都是大官 那我 幾年前也在美國 談論跟這個中國的大官的孩子說 你們有沒有要我回去中國 我不要回去中國 美國很好啊 這樣 那他們覺得說 回到中國 還是不是久留之 很多大學生 除非已經有約定 不然的話 他們還是喜歡在歐美 繼續留學 繼續找工作 他們不喜歡回到中國 第二個是 有很多 中國官員的美國護照 就把它公佈起來 第三 中共高官的家屬名單 也很多在美國的地方 然後 也下令了 還有洛杉磯的二奶村 難怪中國 二奶村 將軍奶村 都有 原來他們也學到歐美 跑到歐美進入那邊 然後 然後 美 他們也在美國的中共官員呢 最後他們的家屬一定會順亡到關大納摩灣基地 關島那個地方 第六個是 第六個是 他們一定有 他們一定有 美國軍屬一定會有大動作 所以這些當然中國都怕 對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實際上 也是 也是 一種 美國 給我們 模糊政策 這個 關係法 我 我 是 以前是 台灣獨立 非常 堅持的 因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是 很堅持 台灣獨立的 那時候 我還不認識 台灣民政府 結果我進到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啊 萬來尿氣 台灣獨立 走不通 所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也沒有辦法進入到聯合國 以為說 咦 我們早就獨立了 我跟幾個牧師談論說 他們說 咦 我們早就獨立 因為我們有passport 我們已經有護照了 請問這個護照什麼顏色 綠色的啊 綠色跟紅色有什麼不同 綠色的不是真正的國家 紅色黃色 藍色 紫色 那個都是真正的一個國家 代表的身份 那這個綠色呢 所以很厲害呢 中國的中華民國的民進黨很喜歡說 什麼綠啊 泛綠 泛藍啊 藍綠對葬 這些都是用綠來給我們蓋帽子 那是不是從這個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來套用這個綠 那我就沒有去研究了 讓各位去想看看 但是這些的實際上是因為 原來我們台灣人的一些整個生活品質跟人權的問題 就是因為被中華民國霸佔一直存在 所以他們整個的 我們整個的生活都是一樣的 對人權的問題還是繼續在那邊掙扎 所以我們秘書長 控告美國以後 有五個判決 美國的高等法院五個判決當中呢 我們還活在政治煉獄中 那這個因為都是被政治血洗了 那洗到乾乾淨淨 成為他們政治台灣的最好的證據 那特別是在選舉方面 我們高砂族喔 只要碰到選舉都很高興 高砂族喔 不知道不知道 在北隊現在有夠選舉的事 沒有那個感覺 在山上喔 有一個長老甚至名義代表說 跑到部落 喔喔喔喔喔喔 選舉快到了 晚上後門不要關喔 歐門不可以故意喔 為什麼 不只是米酒啊 山豬還有這個錢 所以 其實山豬也抓不到了 山豬現在很聰明 我們把它稱為 有的碩士學位跟博士學位 因為有以前的山豬 不是警察來抓我們高砂族嗎 說你怎麼抓山豬 這個是保育類呢 我怎麼知道 我的土地是這樣 他自己進來的啊 當然他自己 也自動 跑到我們的門口啊 自己在那邊被燒啊 你看 你看被 被 實際上被我們高砂族 燒得 香香耶 結果我們還對警察說 我不知道啊 他自己這樣跳落到這個 在被燒的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吃啊 去年我們去日本 進過神社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的將軍 他做見證 在太平洋戰區 在太平洋戰區 你新部 就是新部 新基內亞 這個 新基內亞在那邊作戰的時候 他這個將軍說 若不是高砂族救我 今天 我不會活到現在 他真的是掉眼淚 老白賽 因看到萬古山族 我們那時候穿 高砂的制服 高砂的服飾 我穿泰爾族 還有賽德克 有幾個是穿阿美族 喔 穿得 蠻漂亮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 去年在 我們華府 有一些 我們酒會 9月8號華府 可以在網路那邊可以看見 我們跳舞又唱歌 哇 沙蓋州長又會跳又會唱 我們這樣唱又那麼大聲 然後我們的委員長 在後面也是會唱歌也會跳舞了 我說欸 你在綠島那邊 綠島大學來學的 哇 真的都很高興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發現說原來有這樣的機會 那可以認識不同的服飾 但是因為活在中華民國裡面 所以高砂族本來不會騙的 也會學會騙的 自己跑進來的 自己跑進來的 實際上誰去抓的 但是今天沒有 山底現在會哭了 他到這個看到陷阱 陷阱喔 他從旁邊用腳踢 所以那個陷阱 跳出來的時候 他就進來吃我們的橘子 吃我們的竹筍 特別是貴竹筍 我山上家裡 我是住在苗栗的 我們貴竹筍蠻多的 所以在我們的地旁邊 邊界跟那個林地很接近 我的姐夫啦 幾個弟弟去抓 去陷阱 放陷阱 哎呀真的抓不到 到底碩士畢業還是博士畢業 怎麼那麼會 那麼會 很奇怪 所以抓不到 只好用 比較 有一個警察說 你為什麼抓三槍 這個那個高砂子說 沒有我只有一槍 你說三槍我只打一槍就成 不是啊是三槍 那我打一槍就成 我打一槍啊 這個很可愛喔高砂子 所以今天 連安倍晉三 也聽到我們秘書長的法理論述 然後他的夫人的助理 還有他的助理 也來過我們 這邊的中央來學習 所以最後他們才發現 啊原來 可以修整他們的憲法 安倍晉三兩次到普丁 蘇聯在那裡 做訪視訪談 結果他們討論這個北方四島的時候 北方四島啊 喔 你還是回家做功課好了 第二次也是一樣 討論那個北方四島 這個普丁總統說 你還是回去繼續做功課好了 奇怪是怎樣 因為他用中國 不是日本政府的名譽 向他討 實際上應該是用 大日本帝國 就像 還是要靠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 叫醒美國去牽連日本 所以我們每年去日本 慶祝這個天皇生日的時候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號的時候 我們也牽連日本天皇來叫醒美國 你看秘書長很聰明 就把這兩個大國家 嗯 討論討論跨買 奧拜 common wave 就最邦聯聯邦 那是將來的一個最大的目標 所以按北京的時候 齁 就開始修憲了 在六月的時候已經 他們就 第九條 已經 已經通過了 那 他們也 逐漸的知道說 原來台灣的地位 在 日本天皇 美國佔領 在 很多日本人還是不認識 因為 日本的人民 就像今天的台灣人民一樣 受到 中華民國教育 那今天 日本人也是一樣 受到 會怕 對於這個太平洋戰爭 這種的 原子彈 受災區的 40多萬的這樣的人口這樣流失 他們怕 所以談到 說已經通過 安倍晉三通過以後 他們就罵他說 你需要 再一次的作戰嗎 再一次的戰爭嗎 趁機會就罵了 他非常 安倍晉三非常的穩定 在他的身上 所以就 他還是會繼續再修改 另外的第四條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 因為 你我的參與 所以可以改變 台灣的 正常地位 我們有這樣的自信心 你們也要有這樣的自信心 我們討論 台灣 終究 還是要回到 國際地位正常化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最大的目標 就是要讓 台灣 真正進入到 國際地位正常化 國際地位正常化 是甚麼 國際地位正常化 初級班上過了嗎 簡單的是日俗美戰 日俗美戰 日俗美戰 我們就 要求 美國 已經 讓 美國法院 高等法院 判決這個五件事情 繼續 來走 把台灣 開拓 進入到 戰爭國際法的一個 真正的地位 還不夠 我們還是要求 日本 你是 我們的 大家長 真正的祖國 就是你 不是日本政府 是大日本帝國 所以 合作起來 北方四島 韓國的主島 然後 琉球 然後我們台灣 這整個都合在一起 難怪周圍的國家都怕了 可能美國也在怕 不過還好 我們有一起這樣的 協商 一起做這樣的工作 今天 要成為營鄉人 我們都在做 最大的一個工程 美國一個婦女 她是一個博士學位 她要造就她部落的人 當地她們的人 要讓她們成長 她就成立了成長班 在1928年 首先是成立450個人 過了五年以後 就增加了6000個人 她們進入到大學 來成立這個成長班 讓沒有受到教育 或者是過去的歷史的事實 從那邊開始 因為生命的價值 那一段的時間有西匹時代 那一段美國的很多飲酒的 作亂的 讓這位女博士呢 繼續下去 非常可憐 所以改變了 來做 她說 不是我一個人改變 是你們450個人 改變美國社會 也是6000個大學生 改變台灣大學生 那今天這個中華民國大學生呢 我沒有講說台灣大學生呢 今天這個中華民國大學生呢 這個是我們今天 你我參與台灣民政府 最重要工作之一 所以我們繼續看 這是因為有人參與 所以會影響 死懷者有四個博士 有四個博士 音樂博士 哲學博士 還有神學家 還有音樂家 然後醫生 神學家 到最後她得到 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 記者問她說 你覺得哪一個是最有價值 她說有工作可以做 有對象可以愛 有希望可以想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的對象 台灣人民 我們真的想要做的 為百姓什麼 設想 而且我們希望 可以不可以達成 可以不可以達成 這個就是我們的盼望 這也是我們在做 價值的生命 馬丁路德金 他雖然是黑人 也是奴隸時代 雖然是林肯總統 改變了這個黑奴 釋放黑奴 但是那之後 還是有黑白之分 黑人就一個社區 白人一個社區 黑人一個教會 白人一個教會 從來不來往 但是馬丁路德 他是一個牧師 也是一個演說家 他發現 這樣繼續下去 不是美國會混亂嗎 所以他就 做了一個最大的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 那這個夢呢 讓所有美國人 能夠看見 我們應該不分彼此 黑白都是上帝給的生命 所以不能用區隔 來是 來作為他們的 美國的社會的一個 現況 所以他說 在他的集會 25萬名一起抗議當中呢 他的報復 希望這個隔離的世界 能夠被切斷 這也是影響了 所以在 美國前任國務卿 鮑威爾 他也講 雖然 中華民國曾經在聯合國 但是 已經被踢出來了 他講了一個 講得非常 事實 2004年 12月的時候 台灣不是屬於 中華民國的領土 台灣目前只是 美國的佔領區 最近 各位有沒有看到 第五集 美國的官員的影片 一個中國的政策 有看到嗎 全部有沒有看 還沒看過的 要繼續看 看的 要看得更清楚 要了解裡面的內容 很清楚 一個中國的政策 今天的中華民國的民進黨說 什麼 一個中國 那這樣等於被中國拼吞了 他沒有了解 到底是 他們自己的角度 來做說明 還是用美國的角度 來看到真正的屬性 好像一個中國就是 你是屬於一個中國 那你就回去嘛 見面馬祖 奇怪了 我們是 泛綠的 這些都是 分隔自己 隔離自己的世界 那今天我們看看 為什麼很清楚 連 前後任的 美國國務卿 美國國務卿都講的 非常清楚 不但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也不是 中國的領土 在一個中國的政策也講得清楚啊 台灣 不是屬於中華民國 中國人民共和國 也不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我們確定一個中國政策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合法的中國政策 中華民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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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流亡政府 戰爭法講得很清楚 你在一個原來自己的國土 然後你把這個國家的名字 帶到另外一個國家 然後你把原來這個名稱 還是帶到別的國家 成為你成立自己的政府 那就不在自己的領土 你在是 你那個國外裡面的 以後 國外的另外一個土地 那個叫做流亡政權 所以講得很清楚啊 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另外就是說 台灣 不是屬於一個國家 也沒有享有權 有主權的國家 所以很多人說 特別是民進黨還有姚家文他們 有一段時間本來我們教會的人 都很喜歡參加民政府 結果姚家文一下子跟 長老教會的總部幹部 重要幹部在談論說 台灣是已經獨立 主權獨立的國家 為什麼 你看 參與這一個中國政策 等於被中國拼圈 所以他們就說 對喔 我們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兩次參加 我兩次參加 代表我們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去美國 也是參與那個抗議 參加聯合國 參加聯合國 我們就在那邊 在遊行 在街上抗議說 加入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我們本來不會講台語的 因為台灣人都是 加入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也是加入聯合國 那我們也在學習台語了 加入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結果呢 只有看到建築 這樣好 不錯 建築我們在那邊抗議的 也是看到你 也是一樣 怎麼看 在那裡抗議的 只有看建築物 我們在 家裡抗議的 有頂頭嗎 有頂頭嗎 沒有啊 只有看到 建築物 沒有頂不動 奇怪了 這樣也沒效 所以 像這樣的狀況 屬性不知道 所以我跟幾個牧師 談論的時候 就是改不掉這個的觀念 所以今天 可能你們也有 當中也有 教會的弟兄姐妹 他們只有 總會發目函 所以 教會的弟兄姐妹 和幾個牧師都怕了 會怕了 怕到什麼程度 不然的話鐵放完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牧師是要選舉的 要選擇 那你們參國民政府 你們參國政敵 哇 全部都是國民黨 那長老知識 教會幹部 大部分都是 和國民黨說鬧 和民進黨說鬧 所以假如你 你談論台灣民政府的話 奧拜 聘任牧師 不一定 不一定被聘的 所以都怕怕 那我是乾淨俐落 我教會離開了 我也跟我的長老說 你們既然 不了解 也誤解台灣民政府 你們說詐騙集團 中華民國才是詐騙集團 詐騙了我們台灣人民 特別詐騙了我們 高砂族的黃無土地 有給你嗎 1988年 1988年在那裡 空氣 現瓦頭堆的事 我們都參加了 那是1988年 有將近三千個人參加 全台灣的高砂族 在那裡現瓦頭堆 我們從了立法院 然後又跑到陽明山 路好路大好 在那邊現瓦頭堆 結果有幾個高砂族說 現瓦太太 現瓦太太 奇怪 本來是現瓦頭堆 奇怪說現瓦太太 我說幹什麼 原來他太太被平地人拐去了 難怪他說現瓦太太 奇怪 這個高砂族那麼可愛 大家都拼命的說要 華為土地 搞緊還是有土地現瓦嗎 沒有啊 也是一樣 保留土地 你們知道 現在他們流亡政府講 山地保留地嗎 我們在座的高砂族 你們知道嗎 什麼是山地保留地 保留地的意思 不是你的土地 給你保留哪點 給你保留哪點 只有給你保留而已了 以後他要收 要收 但是阿拜沒去的機會了 是怎樣 台灣民政府起來了 還有什麼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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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府來就 民政府來就 加加槓槓槓 喔 正 加槓槓的台灣人 爛台灣民政府 爛台灣民政府 所以你我就可以影響 我們剛剛看到這幾個 伟人 其实巨大的 你能够影响人 然后你受影响的这些人 再影响其他的人 这个才是做伟大的工作 今天我们高级班 回去来吸引我们的朋友 然后透过我们的朋友 再来去吸引其他的朋友 那你就是已经在做伟大的工作 假如你一个人 真的疼 所以还是要group团队 所以我们为什么都强调 军手团队 就是这样去一起来打拼 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 加入我们高级完毕了 不要等到一个月两个月思考期 赶快参加法理职务点招 你还在思考的时候 美军已经进来了 你还在等 别等 自己的机会 自己把握 这样好吗 让我们重新再建构 因为你我影响了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影响了更多的弟兄姐妹 那今天我们看看 这是中华民国的37年的时间 以后就灭亡了 那今天为什么那么多中华台北 实际上是中国台北 我刚刚不是在讲说中国很会玩游戏吗 玩文字游戏 我跟我的太太文化有点差异 我为了这个中国字 中国文字在那边争论 她说 我太太 我就问我太太说 奇怪你们平地人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这样不通的啦 我们鸡狗都可以吃掉了 我太太说 嗯 是啦 不是 这个只不过是形容而已 但是你不能形容说狗跟鸡啊 还好没有说驾吼随吼 因为狗啊 还是被我们 他自己跑到高砂组的肚子里面 对不起哦 有保育人员的很抱歉 没有话讲 这是我们的文化 不过我们一定会分寸 怀孕的母猪或是动物 我们不会去抓 带小的也不会去抓 那个妈妈很厉害 带小的你去惹 不得了 连那个狗也是一样的 你试试看 他带小狗 你就不得了了 那今天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中华加油 台湾加油 就搞混了 这我跟几个高砂组说 将来 我们要改变 因为有很多的高砂组的年轻人 从洋传广来看 洋传广是世界第二的十项 实际上听说是他应该冠军的 不管怎么样 毕竟他有这样的能耐 阿美族非常非常棒的 但是到了中年壮年 这个流亡政府没有继续栽培 最后就自生自灭 自暴自弃 吸一溜 吸一溜 我好你感知 这样 所以难怪有的平地人说 你们高砂组 咱们都是用酒瓶 不要这样啦 同样啦 不是像高砂组 我跟北队也是同样 在那儿吸一溜 吸一溜 我好你感知 我跟美国 我跟日本 韩国 也是同样 吸一溜 我好你感知 也是在那儿 在那边饮酒 只不过因为高砂组 真的是太刺激了 有的干音话越来越多了 所以不只是洋川广 连红叶绍棒能够打败 那是游以赛 打败世界冠军的日本 被红叶绍棒打败 就是他们发现 实际上不是只有红叶那时候 其实日本时代 日本在管理我们台湾的时候 早就有棒球赛了 有没有看到影片 非常漂亮 打得非常高兴 因为从这样开始 看见台湾人的能耐 不是只有高砂组 但是我特别跟高砂组的青年说 敖拜 敏政府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抓住 这个体能 体育方面 还有文化艺术 音乐的 唱歌的 转世界 会让人刮目相看 哇 这样不简单 台湾人 就是因为民政户嘛 这样好吗 好 所以 以后 你看有那么多的高砂组七年 打棒球 很不得了 啪 就群而打 然后投球 然后跑到美国 但是 到最后 没有继续被栽培 所以 我就跟几个高砂组七年说 敖拜 美国 今天是美国有NBA 今天敖拜 我们有TBA 这样好吗 好 台湾的NBA NBA是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那是NBA是美国 那我们就改TBA 说不定啊 棒球 也是同样 你看 一个将军 阿美族的 已经升了准将 那是 那时候高砂组的 第一个 有一颗星准将的 这个在 快速道路 还是高速公路 怎么会在中间 吸着的 吸着的 咚 被球 被车子撞到了 好可怜 我们新竹的 司马库斯 新竹五丰乡 司马库斯 有没有去过 共同经营的 一个部落 他们一个月 差不多一万五左右的薪水 一律平等 男女都一样 薪水哦 但是孩子是 因为共同生活 教育费都是共同经营支付 并生病的 也是共同经营支付 那时候 十几年前 我也在 司马库斯 待 那边教会 我两次带他们去 以色列 参观 吉普纸 吉普纸 也是共同经营 他们设备 他们做一个非常 特别是以色列 对世界的医疗 那个仪器 他们可以发明 到什么程度呢 卖给任何国家 非常最精密的 医学仪器 他们以色列可以 秘书长常常讲 以色列有聪明才华 我们今天 台湾人 也是同样 台湾民政府 也是同样 就是让大家 都有这样的机会 把最好的 一些专业人员 来到我们台湾 不要什么 中华民国是 偷工减料 还有 上一次罗书磊 还有 许天才立委 他们不是在讲说 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有的暗扛了 你不会看 只要你不会看预算的项目 就是被中华民国骗去了 就像教育部一样 三军大学 三军三官 三军官校 算不算学校 对他们来讲算 因为在学习读书 所以他们就 放在教育部 所以他们都会分散 分散到 让有一些立委 看不出来 没有专心的 立委就看不出来 什么高精 什么美 那个立委 不晓得有的去中国 去哪里 我不晓得 很会 很会 很会说 会帮助高砂族的 我不晓得你们在座的高砂族 还有 恐什么脊 什么都来 这些都是 过敏动了 都是为他们的生活 真的是为 我们高砂族呢 实际上 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希望 将来呢 都有这样的机会 那个帮我 最后的 好 在上面 再上去 好 我们希望 将来都是 我们都要再继续训练 你看 这是兰语的 希望 慈爱诚实 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 也彼此相亲 从 公义呢 能够落实在我们整个 台湾民政府 那将来的生活呢 都一样 喜爱公义 恨恶罪恶 这是我套用这样的圣经法 然后我们看看 将来的 非常漂亮的地方 山木 松柏 都是漂亮 希望 将来 由你我 我们来创建 台湾的新社会 这样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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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